Lun Sang 无论 Hello 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这主人会带大家去上这一个 上的Malitator的首歌 for HOME4的同学和HOME5的同学都非常适合你们去读 是因为这个是还没有在SPM的大考里面出过的这个 那我们就马上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诗歌吧 before我们进入这个诗歌之前 老师要给大家知道一下 其实什么叫做桑根巴勒哭的这个字 那其实桑根巴勒哭的我们就叫做养马的人 那养马的人就是说他在马场里面负责照顾这一个马的人 那么为什么这个诗歌他用这一个东西来隐喻着我们什么当中的什么东西呢 其实养马人就是老板 马就是我们的马仔员工 那么这一个就是他们两个用来做比喻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一篇诗歌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知道 它里面所提及的养马人其实就是现实中的上师或者说我们的老板 那如果他提到马的话就是我们的员工或者是我们的家属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诗歌的第一段 可以吗 那老师一样当然把所有的华语医师都有放在这一个诗歌里面 那同学们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们就按暂停键来把它做记录吧 因为老师觉得做记录会比较能够加强你的印象好不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到 所以第一句他其实讲到非常简单 他讲这一个男生是一个勇敢的人 所以这边的男生就是指谁呢? 我们的养马人 那么他说到这个养马人用他手上的马鞭 用马鞭来做么? Mu machu takut 打他的马 鞭打他的马 让他的马快快做么? 他说加速 赶他的马回去哪里呢? 从草场把那些马赶回去 这一个我们叫做马棚干当 马住的地方 所以这边他其实很简单 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如果考试问到大家的意思的话 maxut 是SPM里面四个是最喜欢问在你第一题的题目 所以老师给大家的这个 knockup 是非常有帮助到你在考试的时候 如何快速的去写好一个maxut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说 上根巴勒 kuda 是orang yang berkasa 很简单 strict to the point 我们说上根巴勒 kuda 就是一名勇敢的人 或者你可以写本然力 那第二个呢 我们就说到 上根巴勒 kuda manguna 跟kwasa 同学们 其实在这边我们所谓的马鞭 我们就要去想象一下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老板会想去规范他的这个下属呢 就是用他手上的什么? 权力 所以养马人他就用他的马鞭 而我们的生活中的老板就是用他的权力 去把他的马赶回去这个马棚里面 那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他是用他是怎样比喻呢? 他讲老板用手上的权力来做么? 把他的马仔 把他的员工规范在他们的职责范围里面 有些员工可能不听话 他用他的权力让他们听话 回到他们自己的马棚里面 所以他说 上根巴勒哭的用他的权力 所以同学们 在这边 马鞭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权力 来赶他的马儿 以便他的马怎么办? 他的马会害怕 然后进自己的马棚里面 所以在这边的马棚就是说 做好自己的东西 确保自己的手下 做好自己的东西 可以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 第二段 第二段他讲到 我们的草 跟我们的 这个叫干稻草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我们马吃的食物 所以他讲 只要你给马儿足够的食物了 这个他就会对你 我们只看一个重点字 叫做 所以只要你给马足够的食物吃 他就会对你绝对的忠心 因为你让他在饿的时候 有东西吃 我们回归生活里面 如果他说到 那员工其实怎样会对自己的老板忠心呢? 真的是无条件忠心他吗? 不是 其实员工会忠心自己的老板 是因为什么东西? 你给他足够的金钱 所以在这边我们知道 Rumput跟Jerami就是所谓的金钱 没有吗? 所以当你给足够的钱给我们的员工的话 他就会说到 这些员工就会不理会自己的命运 因为他有钱了 跟样在马吃饱了过后 愿意被人家骑 那员工是什么? 如果讲回我们的生活里面 就是说当你给足够的钱 给我们的员工 这些员工呢 他会甘愿被你骑 甘愿被你利用 然后甘愿为你服务 然后做你的手下 所以在这边 他就说到 其实工作是没有绝对的忠诚 每个人会对上师忠诚 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于什么? 因为你有给我足够的薪水 你有给马儿足够的草跟干道米吃 没有吗? 所以我们的意思可以怎么写呢? 就很简单 我们就写到Rumput跟Jerami就是我们中心的约定 OK 马对我们的养马人的约定 中心的约定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就写 马会在饿的时候吃掉这些草 就是说人会在他需要钱的时候拿着这些薪水 OK 然后第三个 Sertalakanyang Gude didakman peduli kan Nasiknya da menjadi tungkangan 完全造草 所以当他吃饱了过后 马儿就不会理会自己的命运 跟甘愿被人家利用 menjadi tungkangan OK 所以这个是他第二段的意思 OK 接下来这第三段 就是我们这一首诗课里面 比较复杂的这一个段落 也比较多同学会混乱在这个段落里面的 可以吗 那我们一样我们看一下 老师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去解读 所以同学们 你会看到老师在这边 我画了一条线 所以在上面跟下面 其实我们可以分开来读 我们会比较的清楚 可以吗 那么老板其实也有分好 也有分坏 对吗 所以第三段他在说住 老板有分成好的老板 也有分成不好的老板 那上面就是好老板的特征 下面就是坏老板的特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好老板是一个怎样的人 可以吗 他说 他说 好的老板 一个有权利 一个好的老板 他的声音通常很响亮 什么叫声音很响亮呢 就是他要表达就是能够号召他的手下 他很有号召力 可以吗 他的声音他的号召力强过自己的手下的声音 很弱的老板 OK 通常他们讲的东西小的都不听 所以一个有破例的老板 一个有领导能力的老板 他的声音绝对很响亮过马蹄的声音 也就是说手下的声音 可以吗 而好的老板经常会怎样呢 陪自己的马儿一起赛跑 所以一个好的老板会坐在马的上面 陪他一起 所以同学们你看 好的老板在这边他说 会陪伴自己的马儿 然后去跨过我们的这些痴 Or not 在这边他表达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障碍 他陪马一起去度过那些障碍 obstacle OK 而不是叫他去做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生活中的老板 OK 那种不好的老板是怎样的概念 他们通常就是会告诉你 来我不管 明天我就要收到你的工作 OK 我管你加工还是不加工 明天就要放在我的办公室的桌子上 要不然你就会收到另外一封信 那个就要做辞职信 对吗 所以这种就要做没有陪伴自己的员工 一起去度过的 而他讲好的老板是陪伴自己的员工 度过那些刺 穿越这些烂泥 同学们 刺跟烂泥 我都要你很明白知道 不要混乱 刺跟烂泥 其实他都在表达住我们的障碍 他陪员工度过这些障碍 在哪里 当他们遇到捕猎的森林 就是问题的时候 或者遇到沼泽的时候 就是他不能够前进的时候 老板会去 好的老板会去帮他们度过 可以吗 所以在这边同学们 这个就是好老板的特征 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 坏老板的特征是怎样的 他讲 那同学 这边他就讲 坏的老板只会运用什么 坏的老板只会用他的马鞭 去狠狠的抽打 鞭打我们的马 所以还记得我刚才说 第一段的时候 什么意思叫做马鞭呢 马鞭的意思就是他手上的权力 所以坏的老板只会一直挥打他的马鞭 挥打住他的权力 OK 然后一直他们 一直会散播住一些计谋 OK 坏的老板只会跟人家讲什么 我是最强的 你们没有我是不能活下去的 老板每天就是自我吹破 可以说自己是什么 本人拉曼马绕 我是你们的救世主 你要为我奋斗 你要为我去打败对手 所以你们要给我努力的打败对手 OK 因为我才 我会带住你们 我是你们最强的人 可以吗 所以这个就是坏老板经常 讲自己很厉害 但是却没有陪伴自己的老板 没有陪伴自己的手下 可以吗 所以这个就是不好的老板的特征 那老师 这边有一行那么多 我们要怎样去回答呢 在SPM的时候 别担心 你看老师这边帮你总结的 这一个小小的脑袋 所以我们简单的写 你看他说 仰马人 声音响亮 有权力 声音响亮 勇敢 看到吗 我们利用这边的字 勇敢 骑住自己的马 我们讲渡过 不用再写 欧纳跟伦波 我们写 挑战 简化他 变成挑战 然后 接下来两个老师会比较多 会写坏的老板 坏的老板会用什么 他们用 我们讲 计谋 用骗话 说自己是旧事主 所以我们造用里面的一些字 不用改太多 然后第三 第二 他骗他的员工说什么 第二 完全操完 这边看到吗 我们完全操完 我们完全操完 所以老师为什么会给大家三个句子呢 因为在考试里面就是写两句 就已经拿到满分了 在有一些特殊状况下面 他会要你写三个 所以同学老师会为你们 预防他会出最难的方式 我全部给大家 可以吗 所以 这一段就是在讲出好老板 坏老板的部分了 所以来到最后一段 就是我们的这个作者 对于现在做公司的老板 他做的一个定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说到 他在表达什么呢 这一些自称老板的人 他心中永远在想什么 只会想着自己的马儿要很快 什么叫很快 就是做东西 但是往往没有去读他们 累不累 没有去了解他们 累还是不累 这一些老板呢 他又再重复第一句 跟第四句是一样的 这些老板 只会懂得追求名利 但是却没有去了解 这边的计算是什么意思呢 了解 没有去了解他手下的痛苦 让这些马儿继续的 被他们骑住 骑住 骑住 再骑住 所以这些就是老板 他们真实的一面了 OK 所以怎么写成 我们的ASPM的题目 如果问到这一段的意思的话 很简单 你就会看到他写著 三个马儿苦的 这些养马人 要他的马很快 跟 但是却怎样 但没有读他们累不累 第二句呢 这些养马人 要他的马很厉害 但没有去了解他的痛苦 简单的写出来 OK 然后所有的马儿 只会继续的被他们骑住 但是是毫无同情的 在这边同学们 毫无同情是必须要写出来的 重点是 所以这个就是他稍微一点点难的地方在这边 好了 如果你是没有时间去看回老师之前 OK 的所有的详细的解说 可能现在在看这视频的你是已经要考试了的话 你来到这个环节就叫做临时爆火角环节了 就是老师用最快的 这一个一分钟内 好不好 我尝试用一分钟内 告诉你完全部的重点 好吗 那我们来开始看一下 那么当你考试看到 在你所有的原文的时候 别害怕 先找你会的字出来 所以老师先跟大家讲 我 highlight 的东西就是重点了 可以吗 所以首先第一个 你会看到Perkassel 这个叫勇敢 勇敢 勇敢拿住他的什么 Termattic一定要了解 叫做他的马鞭 勇敢拿住马鞭 让他的马儿害怕 赶他们回去 自己的马棚 也代表说什么意思 规范自己的手下 所以他很厉害规范自己的手下 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叫做精明 他会用他的权力管好自己的手下 这个是他的倫赖 第二段 我们只需要给好马他的草 OK 你给他草吃 你给他干到米吃 他就对你忠心 他就不会理会自己的命运 因为他有钱的 他吃饱了 在这边 老板要怎样让他的员工忠心呢 你一定要给他食物吃 这是一个老板的什么 责任 所以我们讲 未来不当工 知道吧 那么我们看第三段 第三段虽然很长 但我一样给大家几个重点字 好的老板 很有勇气的 带助他们穿越这些刺 跟我们的沼泽地 那沼泽地 就叫做我们的生活中的挑战 或者叫障碍 所以好的老板 他很勇敢地带助他的员工 穿越挑战 所以在这边也是有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呢 勇敢 可不然 可以吗 那坏的老板呢 经常讲大话 然后说自己是救世主 这样就OK的 剩下的都可以不读 不过我在说明 同学们 这个是零食八活脚系列 可能有一些分数你会拿不到 因为你读到不够仔细 可以吗 这一段也是很坏的 好的 所有的老板只会要自己的马仔做么呢 跑快快 那是没有理过他累不累 所有的老板只要自己的马仔 很紧 但是没有了解过他们痛不痛苦 对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零食八活脚的系列 希望看这视频的你 如果再要考试了的话 你分享给你的朋友 然后让他也能够快速的做好复习吧 好的 又到了我们最后的环节 高级思维题 那么在这一个诗歌里面 因为他有出现到蛮多的方面的题目 关于到动物 马跟人 对不对 第二个东西就是还有我们讲到上师 与下属 所以当我们在准备着这一个高级思维题的时候 我们要往这两方面去准备 那第一个我们可能就是说到动物 我们可以讲去保护我们的小动物 可能我们给他足够的食物 我们给他住所 我们给他这一个医疗设备 可以给他注射一些疫苗 这样子或者照顾他的 为他的健康 这个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 他也可能会问到大家就是 我们人民可以怎么去激发人民 去爱护这一些动物 那么可能我们可以讲举办这个讲座会 老师朋友要教导 或者是 妈妈妈做好马鸟 这些等等 关于动物的这些课题 他会在很有可能 会在这一个高级思维题里面 出出来的 那么再来我们看第二个角度 就是领导人的部分 所以他可能会问什么东西呢 身为一个好的领导人 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 台课 所以如果好问到这类型的题目 我们就尽量的忙 我们的道德价值观 纳入精确 有举例 我们需要多名的领导人 我们需要负责任的领导人 我们需要照顾下属的领导人 我们需要有一个 被同情下属的领导人 等待 可以吗 那么今天我们的影片 也是活动到了为生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 给你有帮助的话 那不妨分享给你的身边的朋友 知道吗 OK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